直到拿破仑发现这块石碑 罗塞塔石碑就成为了世界部埃及文字的一把钥匙 当西夏文在线能见的时候 已经无人能使如同天术 照片对应的文字就成为了破译神秘王国的天术 提供了破解钥匙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一流网世界 前面我们说到何西走禁止出国掌持的童冬马 今天我们来说一块西夏碑 它是丝绸之路上的罗塞塔石碑 它是一把开启一段辉煌文明的钥匙 这块石碑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在故事开始之前请大家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之后的故事了 文字一般被视作为人类文明诞生的一个重要标志 也记录着文明和历史 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 也没有文明 现在农类学和文化史的研究者 一般都这样接受魔外根的观点 古文明就是通过文字传承和发展 文明古国之一 国埃及曾经创造过畅论的文化 但从公元四世纪后开始衰败 国埃及也不断地被外族征服 只留下很多的文物和文字 但是大家已经不认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了 就像我们面对巨大的金字塔和真人面相 除了尽量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曾经一段时间 古埃及象形文字无人能够解读 对古埃及的历史也是一无所知 直到拿破仑发现这块石碑 这就是罗塞塔石碑 石碑课有三种语言 最上面的是古埃及的象形文 中间是埃及草书 最下面的就是古希腊文 因为石碑上记载的都是同一个事 于是能够根据古希腊文 推导出上面的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罗塞塔石碑就成为了 四节古埃及文字的一把钥匙 能够有了这把钥匙 就可以读懂埃及的象形文字 就能够打开通往古埃及的文明的大门 在丝绸之路沿途出现过许多城邦王国和部落航庭 但都如昙花一现 没有留下太多的线索 成为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之一 如楼兰国 金爵国 回湖汉庭 如果不是在历史的眼睛中 看到他们的猪狮马迹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但在丝绸之路上 有这样一个实力强盛的王朝 连称激四航的马蹄 也对他不可停止狼下的脚步 这个王朝传位师代 占地了望于岭 囊括了整个河西走囊 立国一百九十年 他先后于辽 百宋 金 南宋 鼎竹 磁力 他就是西夏 在中华五千年历史史书中 有辽史 金史 却没有西夏史 连史书都没有他的一席之意 这是为什么呢 西夏本名大夏 又称北上国 松来称之为西夏 是我国历史上 以党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 杂居地方各军王朝 公元138年 袁浩称帝 建都 新庆府 西凉府为西夏的府都 他地域 东晋黄河 西界御门 南街宵光 北控大漠 在最兴盛的时期 辖区有22个州 战军斯路 咽喉 河西走廊 长达两个世纪之久 四丑之路的开光 就掌握在西夏人的手上 导向朱里人号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广告和传播民族文化 制定点章 创造文字 西夏人就这样孕育来生 史称 翻文 翻书 是记录导向腔语言的文字 作为国字 西夏用这种文字编写历史和把脸 创作作品 翻译符经和汉文典籍 从事文书往来 从此这个文字就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蒙古帝国兴起开始对南方的西夏进行讨伐 那时的西夏并不落 战争持续22年 陈吉思航在第六次攻打西夏时去世 为了麻痹正准备投降的西夏密不发散 但在西夏投降开城门的那一刻 蒙古就开始泄愤突成 百万成名经历灭顶之战 西夏覆灭 别说贵族王室成员 连托巴斯的祖坟都给娃儿 只留下贺兰山旁 被称为东方金字塔名一样的西夏王 这是毁灭性打击 人亡正习 这个国家的一切辉煌都化为了烟雨 只留下复杂南边的西夏文散落在各处 元朝立国后 论识西夏文的志也是寥寥无几 也就没给西夏修饰 自此以后 党项人以及他建立的国家 就逐渐消失在浩瀚的历史当中 当西夏文再现人间的时候 以及无人能死 如同天书 直到晚清史学家张树 在五位大云寺发现 重修良宙护博士 港英塔碑 碑的一面是西夏文 一面是汉子 这个碑 称为西夏碑 这块碑的发现 大家才知道 这种天书般的文字是西夏的 从来看到西夏的文字的尊容和形状 如同我们上面提到的 罗塞塔斯碑一样 上面对应的文字 就成为了破译神秘王国的天书 提供了破解钥匙 通过对照 才使人们了解 何认识这种文字 进来揭开了被遗忘王朝的面上 曾经辉煌历史的西夏 虽然后面又出土了西夏 字典级别的刊物 发汉何时长中逐 但也是很难捍动西夏碑的考古地位 和西夏学的研究价值 西夏碑是全国现存唯一保存最完整 西夏和汉文对照文字最多的一块石碑 这块石碑目前在五位西夏博物馆收藏了 博物馆还有国宝墓园塔 西夏木板画及西夏迷活字版经文等 国家一级文物 我也是还有一个新陌生的博物馆 现在正以河西都会添满互相为名的历史文物 博物馆广常文物四万六千多件 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清淡 其中部分一级文物有 波玄文双矮采陶罐 镀金口三语莲文银网 克花则之牡丹文金掌 彩绘七目咸石鸠 萨斑造像 黑幼替牡丹花文词冠 青花竹节人物文高竹碑 王权造书令策检 乾隆款法郎驯马薄胎平 最后说 西夏文被西夏碑复华 但是在我国还有几种消亡的文字不见实用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死文字 类似的情况有 突厥鲁鲁文 土活楼文 鱼田文 契丹文 女真文 和八十八文等 我们看看之后还能不能找到破解这些文字的破解钥匙 关于新文字 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原因 改变或者创造文字 都会或多或少造成后期的移民困难 由日本 朝鲜 韩国 越南等国家 一个劲地去旱族的影响 制造新的文字 尤其是韩国 创造新的文字在使用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没有想象到的障碍 韩语是按照英来造之的 同一字会议很多 写法 但是却是一样 单一是全大乡 文字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麻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现代人对之前的文化大多不认识 这就会造成文化上的断层 现在的越南对历史上的文献就处在这个问题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觉得何西走廊还有什么好的宝贝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下期我们去看五微的儒家在何西走廊的代表文料 如果感兴趣的话 分享出去 记得订阅我们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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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订阅